这个是人人都向往的极乐世界 小西天 它这里最出名的就是为彩树 全国数一数二的悬树瑰宝 就是在这里可以看到 这提及小西天 大家会想起西游记中的那一集 让孙悟空吃尽了苦头 在这个通道有很多的手掌印红色的 这小西天它也是叫千佛安 因为在这座寺院 它是有上千尊佛像 前面有一个碧 倒入西天 这座寺院它的面积并不大 是仅仅只有1100平方米 它的特点就是小巧惊奇 别看寺院不大 在当时整整建造了30年 其中最金黄的大型宝殿建造了20年 这里面的泥树 它是用了12年的时间去树行 再用8年的时间去上彩色 这每一个游客 主要这里都会惊叹不已 这里面它是层层跌跌 做出了满屋的景象 这就是为天国 这里就是人们对西方极乐世界的一种描述和向往 在整个不大的房地里面是有一千多尊佛像 最大的就是我们面前这五尊佛像 最小的有小拇指盖 这么大 这里的树像它都是为这泥树上材 这泥树越小 也越能考验这工匠的手艺 在这里它是布满了很多金色 这不是为金器 这是为黄金 比我们所用的一张纸还要包 这都是为人工打造 一共是用了14斤的黄金 这些彩色泥树 尽管是已经过去了400年 依然看起来是光彩绚丽 这个古人它是如何做到的呢 令人惊叹 还有呢 400年过去 我们也感觉这个里面还是非常干净 其实为了这里工作人员 并没有人在这里所打扫 相传的在这里 它有一颗碧层株 此这个房地里面是没有灰尘 但具体在哪里 没有人去发现 根据一些科学去解释 上面的一些泥树呢 它是向前所倾 虽然我们在向下所看 灰尾中 它向下俯视 我们向上仰视的一个效果 但是呢 灰尘是落在背部 面前是落不到 这无人打扫的大便 它竟然连个蜘蛛网都没有 你敢相信吗 特别是一些小的关机之处 是特别容易生蜘蛛网 400年竟还是如此的干净 这里呢 就是一个小气密室 如果寺院的小杀民犯了错 就会被关在这里面 反省反省 这里面满堂彩呢 它是发而游戏 扎也不乱 让人一游未尽 这里的小些天 又让我们的旅行 看世界 又贴上浓浓的一笔 那我们下个地方见 再见